這堂課我們非常非常榮幸 請到了行政院的唐政務委員 唐政務委員他被譽為是臺灣的十大電腦高手機 他過去曾經在民機電通跟蘇果電腦擔任很多顧問 也是臺灣很多重要的 包括HASCAL的社群的領導者 在2016年的8月擔任我們的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主要負責的是數位經濟跟開放政府 我想今天講到創新 我們是非常非常榮幸 請到唐政務委員來給我們上一堂課 大家熱烈的鼓掌 謝謝 大家好 那個什麼十大電腦高手那個是1996年的事情 這個非常非常久了 不過我想我的演講 其實都一向是由大家來決定我來講什麼 所以如果大家有手機的話 請這個不要環節 請連到這個網站 它是slido.com 手機你開一個瀏覽器 然後輸入slido.com 輸入之後呢 他會問你一個房間的一個號碼 那slido.com輸入之後你就打319 就是今天的日期 後排可以看得到嗎 可以嗎 OK 那輸入之後呢 他就會到一個匿名的一個類似聊天室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隨時 如果有人已經進來的話 也許可以先打聲招呼啊 就是說傷害啊之類 那就先練習一下 那這個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因為它是完全匿名的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在演講的時候呢 大家有時候大家會比較害羞 比較不想舉手發問 那大家反正都在滑手機嘛 有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這是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是說 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 你也想要問 那你就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讚的數量越高 他會跑到越前面 那越前面的呢 我就會越先回答 那所以呢 這樣子的話 跑比上說有一個問題 如果有20個人都按讚 那我一次就回答了20個人的問題 等於就也可以更善用大家的時間 所以我們看到已經有三位朋友上來了 就是slido.com 然後輸入319 就可以進到這個聊天室 如果還沒有進來 或沒有帶手機的話 也可以請旁邊的同學幫忙 就是加入問題 或者是就是有任何想法都可以提出來 好 那在大家還在想問題的時候 我先講一下我們的時間結構 這次好像是一個半小時嘛 對不對 到三點半 那所以我待會會先快速的 就我在院裡面 負責的社會企業跟社會創新的這一部分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那等於只是一個提高 那大概15到20分鐘 那但是隨時每個段落呢 大家想到任何問題 就算跟我的簡報 一點關係都沒有 都很歡迎在這邊提出來 那提出來 只要有足夠多的人按讚 你就會像這樣子 就是會把它這個高亮度 表示是說 我們現在正在處理這樣子一個問題 然後呢我們就會 可以具體來討論 然後討論完之後呢 再把它收回來 所以大家現在就可以想一想說 有沒有什麼想要聽我講的 那我們就接下來就進入串場的時間 OK 我們現在在院裡面 我這邊是負責剛剛提到的開放政府 一些青年的事物啊 這個數位經濟啊 但是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程序 之前馮燕老師在行政院提出來的 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那我們在這邊是除了社會企業之外 也做一些社會創新的這個工作 那這一部分 我第一次接觸的時候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 就是它是跟開放政府是非常相互相成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做行政院政策制定的時候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政策 它就是可能是 一邊是社會的公益 然後另外一邊是企業的這個私利 它就是想要自己賺錢 那這兩個其實是有很多權衡 那政府呢 就像中間那個繩子 就是說第一個 所有壓力都是在我們身上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還不能斷掉 斷掉的話 左右兩邊就沒有連結了 那所以我們要在自己 維持這個行政運作正常的情況下 還要試著去平衡說 公益的部分 然後跟一些私利的部分 那所以這個政府的工作 就變得很困難 那但是呢 為什麼要推動 所謂社會企業的這個概念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說 有時候我們可以稍微 換一個角度想 我們並不是說 企業賺到很多錢之後 再來進行一些社會責任 我們也不是純粹的 NPO NGO靠捐款 而是說我們有一些社會問題 它是可以靠經營某一種商業模式 就自然而然就把它解決掉 那這樣子一種新的想法 就是所謂社會企業的想法 就把這些看起來是 互相對立的力量 變成互相綜合的力量 那這個想法呢 其實就是我們在開放政府的時候 所說的多方的利益關係人的對話 所以不是政府一個一個去談 政府一個一個去談的話 壓力都在我們身上 而是我們營造出一個空間 讓它能夠一起找出一個多贏的 這樣子一種解決方法 那當然呢 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在台灣所謂用商業模式 來這個解決社會問題 達成社會使命 已經有20年以上的歷史 那有一些呢 那好比像說是合作社的形態 它名字裡面就會寫說是勞動合作社 消費合作社 像祝福聯盟 這個是非常早的 又或者是說它是NPO的形態 像喜漢爾它就是一個基金會 但它有非常多的商業活動 那又或者像李仁 李仁是公司的形態 但它也做非常多環保 跟社會組織上面一些工作 所以在台灣其實已經有非常長時間的 這樣子社會企業的這樣一種傳統 那新一代的社會企業呢 更就更有趣了 因為他們就善用網路 善用設計的這種力量 可以把各種各樣本來的這些 可能一個一個山頭 把它連結在一起 變成像山脈吧 像最近有一家社會企業 叫做點點扇 點點扇就是一點一點做好事 點點扇 他們的成名作 就是他們去找很多喜漢兒 然後呢 請他們去畫這些人物 那因為他們是 其實是肌肉控制其實蠻不錯的 而且心態上是保持著一個 他們童真的一個狀態 就是非常有童趣 所以畫出來的這些人物角色呢 在世大運的其他地方 都非常受歡迎 等於是說 我們看起來好像是弱勢 可是你可以找到某些地方 某些場合 它其實是強勢 其實是有 比起我們大家是有優勢的 或像說黑暗對話 他們是請一些盲人 在這個完全全黑的空間裡面 帶著大家去做共識營 去做討論等等 那在那樣子的情況裡面 其實盲人反而是有優勢 他非常有自信 然後可以帶著大家 所以這樣被帶過一次共識營之後 我們對盲人的看法就改變了 那點點善呢 他們在試著做各種各樣這種 弱勢翻轉的工作 最近的一個是翻轉所謂的接賣者 那接賣者大家可能都沒有看過嘛 接賣者他們透過服務設計的方式去分析 大概有三個主要的這個 我們叫做痛點 就是一個是說資訊不平等 你通過一個接賣者 他賣給你不管衛生紙 或者是口腔糖 其實你不太知道 他後面的運作模式是什麼 一些朋友會有疑慮 想說是不是被操控啊 被國學啊等等 所以他的形象就一直 就不是非常非常好 那而且呢中間呢 他還有這個表達的因素 就是如果他只是講說 欸先生小姐平均好的話 其實你沒有辦法透過這樣子的互動 來進一步了解他的故事 也就很難有他的品牌的特色 那當然第三個就是說 老實講就是衛生紙也好 口腔糖也好 比起你去便利商店也沒有比較便宜 所以第一次經過的時候 可能就心裡就覺得 有點醉油感買了一下 可是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在經過的時候 並不會因為這樣子 所以就更能夠 跟他產生更多的互動 所以這是目前解賣者碰到的一些困難 那點點善人他是做設計的 所以他的專長就是結合 各種各樣的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形成一個所謂的生態系 那在這個生態系裡面 他去找好比像說 專門做生活照顧職能訓練的 這樣子一批人 人身百味這一批朋友 讓這些解賣者可能 穿得比較正式 然後他能夠去擔任類似 像導覽員等等 這樣子一種職能訓練的工作 慢慢慢慢讓他 也比較有自信心 然後也比較能夠跟人互動 那另外就是這輛車子 那他們也會去改善這輛車子 本身去找做輔具的 台灣有非常多做輔具 衣材這些的公司 那有些他也沒有愛心 就願意幫他把這個解賣車改造成一個非常符合的人體工學 可以放蠻多東西 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LCD的螢幕 不但可以放廣告輪播 而且下雨的時候還可以折起來變成這個擋雨棚等等 所以他看起來就變成一個相當時髦的一輛車子 看起來就不是像是一個輪影這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呢他們就會去找各個不同的地方城市 像台北不是要變成什麼公平貿易之都嗎 他就是去跟這個城市進行連結 讓他們在上面放的就不是口腔湯 也不是衛生紙 而是說一些公平貿易的一些茶 咖啡或者是地方創生啊 原住民族啊 他在地的特色啊 反正他目前要推動什麼 他就可以跟這個政策連結起來 他們做了這樣子一個想法之後呢 現在在台灣通常推行這種社會創新 很多的人都會用所謂群募的這個模式 群募就是所謂的群眾募資 就是我一開始不是去找投資人 而是我是直接在網路上把我想要做的事情投出來 任何人都可以去捐一些錢 那就可以獲得什麼呢 獲得產生這個社會影響力的這個機會 意思就是說他可以提借你 這個就跟湯姆利賢記裡面的這個一樣 就是說我賣的是什麼 賣的是參與我這個專案的這個權利 所以大家就賺了一些錢之後 就可以成為這個專案的貢獻者 然後呢大家就會提各種各樣的意見 好比像說如果這個台北市某些地方沒有WiFi 那這些接賣者他到那邊 剛好就可以當一個行動的熱點 你就可以上網 好比像說如果你的手機剛好沒電了 那你可以坐下來點一杯咖啡 然後你的手機就可以放在他的電動車上面 他可以幫你充電 又或是要忽然下雨了 那他因為有一個置物位在前面 就可以有愛心的雨傘等等 所以這些都是這些群募的朋友們 他們本來只要募80萬 但是一下就募到超過100萬的過程裡面 他們集思廣益出的點子 那這些呢就會讓社會各界 本來對接賣者不太瞭解 或者不太有興趣的朋友 透過這樣子的一種好像挑戰式的 就是說我還可以想出 什麼更能夠活用這些朋友們的潛力的方法 無形之中就讓社會之間變得更加有組織 然後也彼此之間更加有solidarity 就是更加有連帶關係 那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其實在台灣我們像在新展銀行 就是新加坡的國家銀行 以及聯合環願景工程 都是花了很多時間在推廣這個概念 他們每年都會做這樣子一個調查 去年的調查裡面呢 他們在台灣隨便在街上找一個人問說 現在如果有一個社會企業 它有一個明確的社會使命 就是它要把社會帶到某個地方 它有一個商業模式 又可以解決社會問題 你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 你願不願意溢價購買 付更多的錢來購買 願不願意甚至去投資它 五個人裡面有四個人會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而且我願意去多做一些什麼 去幫忙它 但是呢如果問到說 那你能不能講得出 一家社會企業的名字 能不能講出一個社會企業經營的模式 五個人裡面有四個人是講得出來的 所以這個中間的這個落場 就是我們目前行政院最大的一個工作 就是說不是只是 他們叫什麼不明決議 就是說不太知道是在做什麼 就覺得很厲害 這種感覺 而是說能夠很確實的 透過社會企業這四個字 讓大家能夠去了解到具體的它的社會使命 然後呢去用行動去表示支持 那這件事情舉例來講 我們自己在開會的時候常常開玩笑說 如果我們抵制特定廠商的這個民間力量 只要有十分之一拿來這個認名這個社會企業的話 其實我們這個生態系就可以一下子就建立起來 所以像我自己現在實意住行 都盡可能的去找社會企業的人 我們現在有一個社會企業登記的平台上面去做 像我的頭髮 好比像說就是一家社會企業剪的 它叫做好剪財 財是財能的財 那在六章裡有一個點 然後在台北有兩個點 那為什麼一個剪頭髮的也可以叫自己叫社會企業呢 我們剪證的時候就要問說你的社會使命是什麼 它的社會使命呢 除了是讓技職人才的學用落差能夠reduce 因為他們能夠有一套像合作社經營方式之外 他們還會去做social inclusion 就是社會涵容 他們透過去幫移工 移民來這邊的工作者 去幫他所謂的剪頭髮換故事 就是去一面剪他的頭髮 讓他看起來跟旁邊的社會更能夠互相融入 一方面也讓他的故事能夠記錄下來 讓旁邊的社群更認識他 甚至接下來他們對無家者 或者對其他弱勢的朋友們也會提供類似這樣子社群組織的服務 那所以像這個就是他們的社會使命 那他們的商業模式 以及他們實際創造社會影響力 他們都用公益報告書等等的方式拿出來告訴大家 那所以就是說我們在支持這樣子的工作的時候 有一大部分是希望讓他們的這個影響力更被大家所知道 然後以至於說以後大家聽到社會企業的時候 就可以講得出來說 這家我之前才去過 或者說那一家我之前才去過等等 所以說我們現在在台北的空總 就是在建文化市旁邊 台北相當精華地段 現在有一個專門直屬於行政院的一個 就是空總文化實驗室裡面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那這個Lab的存在 它不是只是為了台北的設計 而是為了全台灣或者全世界 有任何新的這種想法 有任何新的模式等等 都可以在這個裡面去任意去使用這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 這個也是喜悍而化出來的 像是一個想像的一個足球場 這個空間很有意思 就是說我們只提供硬體的最基本的硬體 所有裡面的空間到底要怎麼設計 都是上百家社會企業 經過五場作態 一次一次去盤出來的 是所謂需求反應 那這樣子的談的結果就是說 說要有廚房就有廚房 要有常駐的大廚就有常駐的大廚 每天要開到半夜11點就開到半夜11點 然後有各種各樣子 這個很有創造性的空間 甚至是連裡面我的這個辦公中心 他們都說希望 因為設計跨太多部會了 希望行政院就派我這個政務委員 每個禮拜三來這邊 當大家的夜市 當大家的mentor 所以我其實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都在這邊 那所以任何人 只要有任何對於社會企業有想法 只要願意這個討論 它是逐字記錄在網路上 都很歡迎來找我 那我們也用這樣子的方式 在讓政策的形成的過程 去讓大家能夠看得到 那最後還有三分鐘 我就講一下說 我這樣子run office hour 大概兩三個月之後 我就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 成然這個 Social Innovation Lab非常多人來 然後一兩萬人次 然後辦了 好像兩個多月就辦了兩百多場活動 但是呢實際過來找我談政策的 要嘛就是住在北部的 要嘛就是住在高鐵站旁邊的 也就是說這個政策的形成過程 我們說是非常開放 但是事實上是 可能真的是對交通方便的朋友開放 那雖然說就是 他們當然也有人真的是 就是從屏東啊 或從台東過來 但是我們用實際了解他們當地的狀況 真的並不容易 它不是幾張花碰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樣子試了兩三個月之後 我們就發現這樣不行 就是我們說要這個均衡台灣啊 但是這樣子做的話 可能越來越不均衡 所以我們就改弦應徵 我們現在的做法是說 我們是一個固定的一個巡迴 每雙週 有時候甚至每週的禮拜二 我就固定到行政院在台中 就是中部的 雲嘉南的 高坪的 以及花東的 這四個聯合服務中心 那我在那邊作為基地 然後去看那附近的所有的 邀我的社會企業 也包含一些中介組織 或像鳳家大學啊這些 那我去的時候呢 我是一個人群 但是我帶著就是完整的 視訊串流等等這些設備 我只要去的時候呢 空總那邊 所有跟社企有關的 十二個部會 大概二十位承辦 就全部都會在空總 那他們就好像看我這個 真人實境秀這樣子 就是我去哪裡 他們就透過這個投影 能夠看到我今天到花蓮 或到台東 去見了哪一些社會企業 那他們問的任何問題 具體的問題 也不用再去做什麼公文轉秤 原來是雙向的視訊 這邊也可以看得到台北 所以這是有種 遠端備詢的這種概念 就是說 這邊提出任何問題 台北的朋友 馬上就接球 馬上就回答 那一回答之後呢 其他別的部會 就知道說 原來以後這件事情 可以找這位承辦 也就是說 因為跨部會的奪通 最困難的就是 每個部會都不知道 彼此在做什麼 但是我們透過這種 反應需求的方式 突然之間各個部會 都比較知道 各自在做什麼 而且我們也看到說 各部會 因為這些社會企業 他們在做的事情 他們的社會使命 跟這些部會的施政目標 施政方針是重合的 所以他們就比較願意 更積極的 去來做法規上面的協助 去來清理他們 工作上面的障礙 對於我們幫這些 解決社會問題的人 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這個工作呢 為什麼這些承辦 他們願意去做 我覺得一大部分原因就是說 這個跟他們本來要做的事情 是很像的 社會企業可以到 可以到他們本來沒有辦法到的地方 而不是說好像覺得 就是公務員嘛 就是說即使你是有依法幫忙大家 還是會心裡會想說 這樣是不是在土利啊 這樣是有他賺錢啊等等 但是因為社會企業它是為了公益 而且這個公益 又跟我們的施政目標扣合 所以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那所以我們在公司法裡面 接下來就會開始去讓 合作社行事 以及NPO行事之外 即使是願意用公司行事的朋友 也可以去宣稱 自己的社會使命 也可以把它裝成公開 然後呢 我們也承認說 這個公司就不是只是賺錢 它裡面也有它的公益性 至於它具體的公益性多少 我們就是全部用透明的方式 然後讓整個社會來評價 大概是這樣 好 那因為我剛剛有答應 這個20分鐘 我們就回來看slide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問題 有11位朋友說 請問在我這個從事的專案裡面 是不是有跟醫療業有健保相關的趨勢的研發 希望能夠聽到以及分享 對這個產業的想法 非常好的問題 我自己在就是行政院是做數位經濟相關的法規調適 那在最近才有一個比較大家可能有聽過的案子 就是遠距醫療的案子 那遠距醫療目前是我自己剛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也是有一個透過這種巡迴座談的 到我們的法規調適平台說 它是一個我忘記華人心療網還是什麼 就是一個心理諮詢的一個平台 然後呢 他讓心理師是合格的心理師 透過網路作為媒介 找到有心理需求的朋友們 然後呢去聽他們說話 那他可能之前已經來實際看過診了 那但是呢 他在家裡可能就是有的時候 如果心情不好真的要出門等等 他們希望用視訊的方式 來去進行這樣子心理治療一個工作 那之前呢 就是衛福部這邊 因為心理事法裡面特別是說 你在職業的時候必須要在一處為之嘛 就是要在某一個特定的診所 那你當然可以介料到別的診所去職業 但是你登記只有在一個地方 那這裡面在法律上有一個沒有寫清楚的 就是說他並沒有說個案是不是要在同一個地方 對那所以這個就有一個法規解釋上模糊之處 那模糊之處會符合當時的函視 就是說那意思就是不得任意為之 可是這個就幾乎等於沒有講 就是說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樣叫做任意為之 怎麼樣叫不任意為之 那所以就會有一個寒蟬效應 那所以結果就是大家都跑去登記到 可能上海或者香港或其他地方的網路平台了 反而它就頓入大家都看不到的這個地方 就跟當年Uber一樣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是一個網路的治理的一個現況 就是說凡是能夠網路取代馬路的地方 大家都很希望能夠這樣做 那心理師為什麼是一個第一個被提出來的原因是 因為他比較不需要器材 他的器材就是他的腦袋或者是他的注意力 那但是其實在我們做正規的醫療工作裡面 也有一些好比像說他的個案他就是在一些 就是長照的一些中心裡面 或是說他實際上就是在國外 或是各種各樣的狀況下 他實在不太那麼容易去親自去看證 那這個是我們如何確保他有良好的醫療品質 然後我們如何確保說這樣子的工作 他還是是有效的反應到就是雙方的concent 就是我願意被你這樣子看 你也願意這樣子看我等等 這個我覺得就是主管機關 就是不太能夠迴避的一個責任 所以我們當時就安排了各式各樣的公開的一個討論 去試著找出不管是國外還是國內這邊 大家自己透過自律已經找出來的一些規劃的一些方向 那其實這個題目就跟我剛才說過 這樣子巡迴行政語其實是有點像 就是到底到什麼程度上你才覺得說 這樣子的討論 或這樣子的討論 他能夠去就像面對面一樣 或至少跟面對面相差不遠 而成為他就是能夠整視的一個基礎 那不過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研究案大概也結束了 那社群大概也是覺得說我們就是朝逐步開放 就是先把民間的這個自律規範 變成是由衛服部定制的某個辦法 然後呢可能去修一下新的施法 然後以及醫療法 然後逐漸的去開放遠距的醫療 那我會覺得說大概兩三年之後 等5G開始這個通行了 我們現在所說的這些什麼解析度不夠啊 或者是中間可能會斷訊啊 或這些這些東西其實慢慢都會不成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就要做法治作業 所以這是這件事情 那其他的話 我也有接到一些就是民間的朋友們 他想要去做用區塊鏈 他比想說去做時間銀行的工作 或者是說他們想要用各種這個新的技術 很多都是區塊鏈技術去做能夠保障隱私的情況 想讓患者或者個案能夠去分享他的生理數據啊 等等這些工作 那這裡面很多都是挑戰到現有的法規 而且都跟剛剛講的心理施法一樣 其實現有的法律既沒有說可以 也沒有說不可以 因為他寫的時候根本沒有想到有沒有要這樣用 那這種時候我們現在大概處理的方式就是 透過一個叫做創新犯規殺核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有一個網址 sandbox.org.taiwan 這個概念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說在以前呢 我們有這個法規殺核以前 如果有一個個案 然後個案是有一個函式說他不准做 那往往被援移 然後就變成通案都不准做 不管跟這個個案關係大不大 但是呢 我們新的就是國發會這個梅林主委 現在有一個新的發解式原理 就是說個案不能當通案用 通案如果沒有母法授權的話 通案那個函式要廢止 所以忽然之間我們所有的這個 這些函式都可以重新檢討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好比上說在金融的部分 我們已經三度通過了 所謂的金融殺核 金融殺核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要做一個 看起來像銀行但不是銀行 看起來像證券不是證券 就是某種新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大家不太確定 這個是對社會是好事 如果是好事 它就是一個社會創新 把社會往好的方向帶 那或者它是一個壞事 那如果它是一個壞事的話 它就是可能會洗錢啊 或者是會導致什麼 不太好的結果 但是呢我們如果不試試看 我們也不會知道 所以呢金管會呢 就跟我們合作 做了一個監獲創新實驗條例 它有一定的負險的上限 只能影響一定程度的人 在一定的時間區間 可能六到十二月之內 它可以去違法 所以等於是說它讓業者去申請說 我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在最高這個上限 我就是要違法 然後你不可以來罰我 那作為交換 我願意去把我的資料去做分享 我願意還是保護 最基本的消保啊 資安啊這些東西 而且我願意讓 就是社會各界來檢視 在時間結束的時候 到底這是不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這件好事 那主管機關就可以調整法規 然後去讓它能夠變得合法 有一種新的業態就會出現 如果這是一件壞事 那投資人就協本無歸 我們就感謝他幫我們付的學費 所以這種新的 就是co-creation 法規共創的這種態度 金融沙盒當然是第一個 但是我們很快 經濟部現在已經在公告 所謂的無人載具的沙盒 就是沒有方向盤的車子 開可能還會飛起來 然後一下子就變成船的 這種你也不知道它是船 還是飛機還是車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東西 同樣的我們也沒有法律去規範它 那目前呢 所有沒有法律規範 意思是都不能做 但是我們有這個沙盒之後 你就可以跟地方政府話一塊 然後說我就是要違法 為這段事件 那接下來可能就是衛福部 就是說我們會有系統的 一個一個主管誤會 去說有沒有哪些東西是 你是底線 它不像說法務部一定說 洗錢滋孔 這個是底線 你不能說我接下來就是要 蜘蛛恐怖分子六個月看看 這個大概不會同意 但除了大家的底線之外 其他都是可以挑戰的 那它也可以挑戰各種各樣的法規命令 不一定是法律的層級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 所謂的法規工創的概念 我覺得在接下來AI 就是出現的時候 像無人車就是會走路的AI 就是在AI時代的時候 我們有這種具體的 用比較慢的速度 跟這些新的五種互相相處 然後建立出一個新的社會常規 的這個方式 我覺得是特別重要的 因為不然就會變成是 好像如果是壞主義的話 就會大家像呂鼠一樣 忽然之間就全台灣都是一個壞主義 但是如果它是好主義的話 它就有長起來的機會 然後也有讓各方能夠有一段時間 去準備去接受它的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接下來這種殺核的模式 所謂的一般性殺核 也會繼續在社會創新的脈絡底下去推動 那這個我想有很多醫療上面的一些應用 有一位中榮的在AI的一位黃明瑋 一位朋友您好 問說請問長照服務的生態系 是否要以商業模式為主軸 社會企業是否有介入的可能 如果有它的優缺點 對 這個其實是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我們有看到非常多的社會企業 它是在做初老的這一塊 所以它還沒有完全失能 但是它是有陪伴 或它延緩它的失能 那甚至它是讓這邊的人來照顧 就是充滿更差一點點的朋友們 那或者是說讓就是青年人或甚至小朋友 跟這些朋友們一起合作等等 目前在台灣 如果你去用長照 然後在我們的社會企業的登記的這個網站上面 se.pdys.tw 社會創新實驗這個網站上找 是可以找到非常多的例子 那我目前觀察到大概兩個方向 一個是說照顧員自己 它會變成類似合作社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因為台灣有照顧員的資格 但是並沒有全時間投入的 其實人蠻多的 我忘記那個具體數據 好像百分之七十左右吧 它是沒有完全佛坦去用到它的capacity 那所以這一部分 就有很多社會企業是切近這一塊 不管是照顧員自己之間 組成合作商 要自己決定自己互相cover的那樣子的方式 或者說透過一些平台 一些app 好像有個叫U照顧的吧 就是去做類似Uber派車這樣的方法 去派這些照顧員 我覺得都可以更有效的去把 比方說陪伴看診 或者是把這種短時間的照顧需求等等 去做一個媒合 那所以這一塊 有相當多從科技 或者從合作社運動 我們現在叫做平台合作經濟 platform co-op的這一部分 去往這邊切入 那另外一部分有看到的 當然就是實際在做長照的據點 那它會把這個據點本身多元化 比方說有人就變成咖啡館了 那個還蠻有名的 那或者是說它會去更進一步的去讓它 跟社區的結合更加多元 就不會大家會想說 這是完全是老年人 或者是長照區的地方 而是說它可以變成是更多 去反應它的那個社區的需求 這邊也看到很多 那它的優缺點 其實這個我覺得社會創新的特色 就是說它每一個提出來的東西 都是我們沒有看過的 就是它是新的東西 所以它是每一個有它自己的優缺點 我們可能是要陪伴它的那個過程裡面 才能夠看得到 那但是如果我們是把這一整包去跟本來的 好比像說像庇護工廠的那種就是補助的方式 或是像長照的就是純粹補助的方式 相比的話 我覺得它的優點就是說 這邊的話它會更被刺激去做異業的結合 因為很多進來創業的這些人 他本來其實不是做這個的 那他為了做社會企業 他必須要了解這個社會需求 所以他會跟這些做長照的朋友們學習 可是反過來講 這些朋友們也會跟來的這個人 或者這個團隊他本來的那個業去學習 那就比較不會是固定的模式 他會是不管是誰來 他會把他本來的那個模式帶進來 所以也不一定都成功 事實上剛剛的 就像那個sandbox 沙盒一樣 很多其實到最後是不work 但是我覺得我們只要保持這個資訊的透明 然後可課則行 就是所謂說到做到 如果說到沒有做到 大家都有看到說他說到做不到的 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覺得缺點它是每一個都可以變成 大家學習的 就是所謂的這個萬物的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就是說每一個缺失 他都可以變成下一個 想要做這部分創業的人的一個養分 所以我覺得缺點應該會是非常多 跟任何時間性質的東西一樣 那我們就是確保這是fair 就是對所有進來的人是公平的 就是這個就是還蠻重要的 有位朋友說怎麼知道 這個公務性上已經被害入了 或者被監控了 這個要是自然出來回答問題 這個其實我沒有辦法一概而論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就是有經常改密碼的習慣 然後你就是平常在使用手機的時候 不會裝一些來路不明的app 然後如果你使用app的時候 要去找那種有所謂兩階段的認證 兩階段認證的意思就是即使別人猜到你的密碼 那它也不能馬上登錄 你的手機也會還是收到簡訊 或是收到一個什麼登錄的通知 告訴你說 有別人在另外一個地方用你的 它猜到你的密碼了 但是你還是得回一個簡訊 或在手機上面有一個數字才能夠登錄 那這樣子的話 資安的負險 資安的風險就比較小 那如果像我自己 就是公務跟私人是兩個手機 完全是切開的 所以我的公務的那個手機上面 根本不會裝別的app 然後它都是有開兩階段的認證 所以我就還覺得蠻安全的 那我私人的那個手機呢 我就事實上就比較少用 現在在紐西蘭還沒有機會 因為把它吊在紐西蘭 但是我就不會把任何公務上的訊息 就是vision critical的東西放在那個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重點還是說 盡可能你存取公務信箱的那個環境 不要去做別的東西 例如像不要借給小孩去上網玩遊戲之類的 因為那樣子的話 那個我們說attack vector 就是可以進來的各種不同的攻擊表面 會是你沒有辦法預料的那麼多 那如果能夠盡可能的在 就是單一的手機上或單一的電腦上 然後上面不要灌太多東西的話 應該預設是可以覺得是安全的 那但是這是一個一般論 那但是其他的還是要看 就是你的部門的資安的朋友們 有什麼policy這樣 那有一位有九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請問社會企業除了給弱勢者工作 以及讓他們活下去之外 如何協助他們長期的發展 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社會企業確實它一開始是 就是我剛剛講不管屁股工廠或這些東西 它轉型到變成更有商業的經營的理念 可是我們看到新一波的這些社會企業 它真的是找到這些人特別強的地方 像剛剛講的那個黑暗對話 你如果不是盲人的話 還沒有辦法在全黑的空間裡面去當引導員 那這個時候 他如果找到他真正是優勢的部分的話 這個就是長期發展的一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 像接賣者的這個專案 為什麼他們花很多時間在 讓這些接賣者去做導覽員 或是可以坐下來泡一杯咖啡給你喝等等 就是因為說 他這樣子訓練出來這些social skills 這些社會的功能 他是在他未來的 不管他要加入別的社會企業 或他要求職 或他要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比較好用的 而本來他的這種單一維度 這種先生小姐新型號的互動模式 他是比較難去拿到別的地方去使用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社會企業他不只是讓他認識一群朋友 有社會連帶 有這個互相照顧等等 他很重要就是說 讓他的社會功能 是這個社群所需要的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讓這個社群也知道說 他現在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他接下來也許就可以當輔導員 他不一定就是一直要當街賣者等等 所以就是說這是一個career past 那這個career past 其實是之前很多就是完全照顧 或完全捐錢的慈善等等 這些朋友們比較沒有的 所以這裡的重點其實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這些厲害關係人 就是他不是單純被照顧的 而是說他可以透過參與這個社會企業 自己也比較了解到說 我要怎麼樣參與這個社會企業本身的治理 或這個社會企業生態系的治理 或是這個我們國家政策 甚至我們就會看到很多利益關係人 真的在我禮拜三 我禮拜二的巡迴裡面 就跑來找我說 那為什麼法規要這樣子卡住我們等等 那他每一次這樣子做 都是獲得更多的能動性 那我覺得這個是社會企業 特別重要的功能 就是賠利的這樣一個功能 那所以這個也是長期發展的 我覺得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 各位朋友說在南向政策底下 跨國的影像診斷 或者是醫療諮詢 在公立醫院是否可以推行 尤其是對岸 有資安的疑慮也是很好的問題 我自己進了行政院之後 我是自帶廠商 我自己加了一個資安的平台 然後在這個資安的平台裡面 等於是我把我在以前在外面常用的工具 共用的共筆的試算表 剛剛講到影像分享聊天 所有這些東西 通通都架在裡面 那這一套叫做Sandstorm 就是殺巨雲 沙子的沙 沙巨盒的巨 那所以我其實為什麼能夠就是巡迴 像我今天演講完 我就要去高雄了 也是這個社企的巡迴座談 我為什麼在哪裡都可以辦公 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讓我的同仁 把他們在做任何事情 都放在這樣子一個看板的系統上面 所以我一起來就只要看盤就可以了 我就知道我的每一位同仁 現在正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就可以知道說 哪些需要我幫忙 哪些他們聯絡了誰 然後等等所有這些部分 那這個系統呢 它事實上是行政院 我們提供給所有公務人員 你只要email後面是gov.tw就可以使用的系統 所以我們有寄轉給台北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 那還有很多院裡面自己資訊處啊 國發會啊的朋友都在用這套系統 那這套系統因為是自由軟體 所以其實也是免費的 那所以它的維護費用也是院資訊處在付 所以基本上對大家來講都沒有成本 那為什麼我們會自在這套系統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一套其實是資安系統 它跑在這裡面的城市 你可以隨便怎麼樣寫 它都不會有能力去任意連接到外面 那我們也請就是得到這個 這個Deafcon第二名 就是總統接見的那些白帽駭客 來試著打這一套系統 那所以他們打了好像四五個月吧 其實找到一些小小的瑕疵 但是大致上來講他們覺得說 這是他們看過可能最安全的一個公務系統 所以我們在這些白帽駭客來打過之後 我們在上面才能夠繼續架這種 我們自己寫的 像我們一起吃午飯訂便當 什麼有的東西都是直接在上面去進行 但我並不是要老賣瓜說 一定要知道系統 但我這邊想講的是一個心態 就是說如果它是自由軟體 它的城市是能夠大家audit的 那你就比較確定說 不是你還沒找到它的問題 而說它設計上面可能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個是說 在你導入之前 要去請這些白帽駭客 給他們這個相當不錯的這個工作條件 經費這些東西 試著來打 打到了這個如果真的有漏洞 的話要及早告訴你 然後要公開的去表揚他們 例如像總統捷鹼之類的 那這些都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 這個incentive的話 他們就會 就跑到黑道那邊去了 所以這些武功高手 一直讓他們覺得 對社會有貢獻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等到這些都確定沒有問題之後 那我們才會去考慮法律上面 就是我們有沒有違反 就是個資法 或者是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等 國家機密法 所有這些部分 但是如果我們技術在到位之前 我們就先去看法律怎麼樣 然後就隨便哪一套技術來的話 那其實很多時候法律授權只有這樣 但是這套技術的系統 可能做到更多 那這個時候你就很難去做法律 所以我覺得反過來是說 先確定說你要這個系統有哪些property 有哪些就是保障哪些自由啊 免於監控的自由啊 免於這個言論查禁的自由啊 免於強迫自由啊 然後當然有些正面的自由啊 就是你可以任意的 在主機跟主機之間搬移的自由啊 任意的去自定連結的自由啊等等 那你先把這些列出來 然後接下來在招標 或者是在招廠商的時候 就直接把這個當作RFP的一部分 那我們現在在資訊採購範本裡面 有特別勾說 廠商的專業能力裡面有一項是 它如果要設計出這種 能夠跟別的系統互相連接的 OpenAPI的系統 它不能夠額外給你十字大開口 跟你要錢 如果要錢的話 它就是不專業 因為我們現在是把它放到專業的評選標準 所以這樣的話 你一步一步採購出來的東西 就不會是一塊一塊的大系統 而是一小塊小塊的 可以很容易彼此互相連結的系統 那這個時候每一個部分的資安 都可以單獨的被測試 那這個時候就比較不需要擔心資安的這個疑慮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大師化小小師化我 就是把大系統拆成小系統 把小系統拆成 大家社群都已經在用的自由軟體 那這樣子的話就比較不容易 有資安的威脅 你也比較能夠跟法尊說 我一開始設計 就已經滿足了這些 就是法規上面的這些要求 SIDLE是否可以用在任何演講上都可以 而且我後來就發現說 他不像說我上去大學演講 那高中也有 羅東朋友中小學也有 那我就發現說 特別是這個K to 12 我還沒有到幼稚園 就是學院聯國教的時候 很多學生他現在注意力就是被手機佔據 那你在台上講的再天花亂追 他就是在那邊滑手機 對 然後 那這個而且就沒有辦法 那如果你這個 要他把手機收起來的話 他就是一下子就是敵視你的態度 那這樣子也沒有辦法演講下去 所以我覺得SIDLE特別是對於學生的這個 這個年齡層 它非常好用 就是說它讓大家都滿足了滑手機的那個 上癮的那個addiction 就是 就是他多巴胺這個偶爾還是可以分明一下 然後這個 他如果已經被制約說偶爾要按個讚的話 那個螢幕上有個地方可以讓他按讚 但是簡單來講就是你把他的手機徵收過來嘛 你希望他手機開著 但是是對於演講有幫助的情況下去使用 那大家的注意力也比較能夠具體的集中在具體的問題上面 所以我確實是我覺得任何演講都很好用 而且即使到最後不太有人提問題 至少你確定說他的手機已經被徵收過來了 他不是正在看什麼別的系統 但是我覺得這個演講真的是還滿好用的 好 對 那當然不一定只能用slider 如果大家想提出什麼 隨時歡迎舉手或不舉手都可以發問 人工智慧發展迅速 智慧醫療毅然 請問醫療的AI應用與發展上面 有什麼分成的管理的一個建議 其實現在AI這兩個字已經快要失去 完全失去意義了 就是基本上什麼東西只要不是人做都可以叫AI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三個等級好了 所以粗略分一下 就是說最底下的是automation 那automation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原來還是在做人在做的事情 只是有一些就是很榮的事情 任何人來做都一樣的事情 這些事情我們透過機器把它自己做到 那這個跟以前的所謂辦公室自動化完全沒有什麼兩樣 只是說因為有機器學習 也許我們成本可以稍微節省一些吧 其實很難講 但是我們現在所謂的AI 其實八成都是automation這樣子的東西 那當然到第二層是所謂的augmentation augmentation就是說 人跟機器是有點共生的關係 那很多的個人的所謂語音助理 或者是各種輔助性的這種AI 對話式的這種情境等等 這個大概都算是augmentation 就是你在跟這個世界相處的時候 有一個能夠跟你一起跟這個世界相處 他知道你的反應 那你也知道他的反應 那有點像是一個副駕駛這樣子 然後再跟你這個一起工作 那這個是目前其實真的說很好的例子 也有一些不是非常多 帶大家再往這個方向努力 那當然最上一層是所謂的autonomy 或者agency 就是自駕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已經沒有方向盤了 那你在車子裡面就躺著 然後醒來就已經到目的地 所以中間完全沒有什麼副駕駛 你也不需要去跟他做互動 他就是把你本來需要人做的一件事情 整個變成機器去做 那這個是所謂的autonomy 那其實目前的很多AI大廠 包含微軟在內或者是amazon或是些 他們都說他們沒有要做最上層 為什麼 因為最上層倫理疑率實在是太大了 你不知道就是 就是你一定要撞某個人或某個人的時候 你到底要不要踩刹車 這個真的不容易了 那所以他們都是推而求其次 去做這種輔助型的 或是完全做自動化的 所謂的這個產業AI化的 這五個字的意思大概就是說 他們只做automation這一層 那如果只做這一層 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其實就跟一般以前大家說 看專家系統 或者是看這些輔助性的 最後的判斷權還是人類 但是在這個中間你可以省掉很多 就是重複的容的這些工作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上面 大概沒有什麼風險的問題 它最大的問題其實只是說 我們放不放心這些容的事情 交給AI做的時候 它是可預測的 那這個時候 它到augmentation這一層的時候 我們就會需要一個interrogation 所以需要去問這個AI 就像如果你的秘書 做了一件不對的判斷 那你要能夠問他說 為什麼你做了這個判斷 你為什麼今天是通知他 而不是通知另外一個人 那如果是人類的話 一定可以講出一套理由來 不然馬上就被曬了 但是目前的AI的問題就是說 很多時候他講不出一套理由來 你也沒有辦法問他說 為什麼你現在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再回應 所以學界現在有一整套 我們叫做explainable AI 或interpretable AI 他就是希望說 當你發生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當你問AI說 你為什麼做這個判斷 我希望你做別的判斷的時候 他可以用 不是完全五百頁的data dump 誰都看不懂的那種方法來回答你 而是可以用一個人類比較看得懂的方式 來跟你做一種互動式的回答 但這個我覺得 我們人類自己的資料素養 我們自己的計算科學素養 也要慢慢的往AI的地方靠近 我們會me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就是說 會有某種溝通的方式 是雙方都覺得自在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可以達到雙方的彼此理解 那這個其實人類也有很多經驗 好比像說 就是 人類本來演化成智人 跟狼演化成狗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追彼此的眼睛看哪裡 表情啊 非語言訊息啊 等等這些東西 是協同演化的一個結果 就是兩個species 但是各自往各自靠近 應該這樣講 所以我剛才講了一下 法規沙拉河的這些設計 就是希望在augmentation這一層 讓各種不同的AI跟人 有更多的互動的機會 然後找出發生事情的時候 AI也可以讓人有一個交代 人也可以讓AI有一個交代 的這樣子一層 那有了這樣子的社會的呼吸 我們才能再往更上層 就是說 人類才能做的事情 交給AI來做 不過好在除了 目前除了下圍棋之外 這種狀況也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還有蠻多年隔的時間 可以去在第二層先做一些工作 然後再往autonomy 或者是agency的這一塊去進行 有朋友說 請問如果有需要政府的大數據資料 來協助醫療服務或研究 但政府尚未開放相關資料的時候 如何加速申請 可不可以用沙核申請平台 可以用沙核申請平台 但是目前有一個最快的中南接近 叫做總統杯社會創新黑客送 這個目前正在整檢 然後我看一下到什麼時候 到23號 所以剩四天了 好 那什麼是總統杯社會創新黑客送呢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你對防災公衛醫療 你看這是各位的專業嘛 那有任何想法 這個想法裡面 它用到政府的資料 但是這個資料目前還沒有釋出 或者是還釋出而平直你覺得很爛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寫一個提案 那你在提案裡面就寫說 我要創造什麼社會價值 我要運用哪些資料 然後呢像這邊有做活摘風險預警的 那這個字典是之前我跟很多朋友做的 家暴風險預警管理 台風停電預測 這些的特色都是說 它一開始用的資料 政府並沒有完全放出來 我們是透過類似公益不服從 或者是去實際去一個一個談的方式 慢慢的去談到把這個資料釋出的方法 那所以我們覺得說 之前的這幾個case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它擴大 那擴大就是說 任何人都可以來提一個提案 那公務員我們鼓勵科長這一層 來來提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有很棒的主意 但是因為經費不足 或者跨部門協調有問題 所以那個案子就一直都在那邊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把這些都提出 提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一群這個評選的團 然後在裡面挑一些可行的 看起來這個有可行的案子出來 那一旦挑出來之後呢 就是創新設備影響力跟可行性 一旦挑出來之後呢 那那個這些project總統就是PM了 那所以如果總統來幫助PM的話 以前調不到資料或跨部門協調有問題 理論上就不再是問題 因為就是他就會跟部長講說 那你這個東西就是要放出來 因為有社會公益的價值 那所以這個工作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先看這些有創新性的這些提案 然後它只要具體的有任何我們能夠 透過不管是資料的開放 或者說如果他有個資的問題的話 那也許我們把資料打亂 就是完全是亂數的 然後開放給你寫一些模型 寫完之後你把這個演算法交過來 然後讓衛服部來跑 跑完之後把它統計給你 我們有各種模式 有非常多種模式 那我們這邊都是有一些 好比像說像具量資料中心 或者是黎德財院士或者我 我們都是玩資料玩很久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幫忙輔導你找到最適合的 就是資料互動的方法 然後再搬總統出來這個去取得資料 所以這個是目前有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那未來的話當然所有類似的案子 在國發會的法治協調中心 其實也都有一個創新法規紗和一個實證平台 都可以去往國發會提 那目前這個總統跟社會創新規科總 事實上到最後也是回國法會 資管處跟法協來幫我們去做這個承接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禮拜總之後 我們可以做出一些例子來讓大家看到說 我們可以在符合格子法 符合政府資訊公司法的情況下 還是能夠去讓資料去做一些公益的利用 那這個就請大家保持關注 各位朋友問說請問如何改善偏鄉的網路 如此才能夠讓遠距醫療順利的進行 確實我們在偏鄉的各個衛生所之前 我們在盤點的時候發現頻率非常的不足 但是這個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前瞻基礎建設用特別預算 有一塊是專門解決這個問題 那不管是數位機會中心或者是這些 所謂的不經濟不利益地區的4G或者微波的這些接取 我記得我們當時盤點的時候都是把 因為就是蔡英文總統有一個證件叫做寬品人權 就是說能夠用寬品上網是人權 所以說我們會把就是最後這幾趴就是沒有到的地方 我們試著去去讓不管是中華電信 或其他想要競標平庫的朋友們 能夠把這個綁進去變成是他要照顧這些不利益地區 作為他的一個附帶義務 那真的他需要錢的部分 不能完全用電信商吸收的部分 那我們也已經有特別預算來吸收這件事 所以他的執行進度如果就是想要關心的話 我們同樣的在我們開放政府的平台上面 中華平台上面大家都可以追蹤到這些不同的計畫的這個執行方式 這個可能知道的人也沒有很多 就是我們在中華平台上面除了大家可以連署提案之外 大家都可以看到所有各個部會的管考的各種計畫 然後國民心理健康、食安諮詢、健康與民之類的 國民口腔、愛滋防止 然後包含他這個錢的執行進度啊 累計的資訊進度啊 計畫摘要啊 看到哪些標案啊等等 就是去國發會去變的管考的那些部分 我們現在就是非常有系統把它全部公開在網路上 那大家隨時想要看都可以看 而且想要留言的話也可以直接去問常辦的朋友 有一位朋友問說 民眾要求好的醫療服務 但是醫院缺醫師、護理師、醫檢師 他要很多低薪或者是失業的民眾 可否改善再教育的制度 來吸收這些民眾 重新教育來投入醫療的服務業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方向 那這也跟我目前的業務完全無關 所以我除了說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方向之外 我不知道他要說什麼 不過我有一個可以講的 就是我們現在在重新檢討 就是人民跟大學中間的關係 以前尤其是在廣社科技大學之後 我們會看到很多人他念完技術高中 就是現在所謂的高職 之後他就會無論如何一定要念完四年的大學 然後就會產生大家現在所謂的學用落差 或什麼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我們現在有一系列的政策 正在去把大學變成是一個 你可以念完高中之後不一定要馬上去 去了的話你也可以去兩年再出來 然後再回去或者甚至是你進去是一個系 但是回來的時候是另外一個系 或者是乾脆是以學院作為本位 或整個變成終身學習 就是大學它會接下來學會授語法 以及我們所有這些相關法律裡面 它會變成比較像是一個學習者的一個資源 然後是可以終身跟它有關係的 那包含社區大學以前定位不是很明確的 也會有社區大學法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人跟學習機構中間的一個 重新的一個轉換就是從以前的 好像這種單一技能的這種培養 所謂技能導向的招學 會變成所謂素養導向的招學 就是我們重視的是你有多自發 能夠自己去取得新的知識 多能夠互動 然後多能夠追求所謂的共好的這些素養 那這個會變成國民教育的基礎 那像以前這種分科分流 或者是在單一的技能 或者是學科裡面彼此比較的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從課綱裡面拿掉了 那明年理論上就會開始實行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所謂 終身學習者這個東西 在下一個世代裡面 這個會變成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世代裡面 就還是有一些需要轉線的一些工作 有三位朋友對一點點山說讚 非常好 OK 遠距意料將來的一個發展 我自己覺得蠻關鍵的就是解析度 我自己透過視訊 然後去跟法國的一位精神分析師 進行那個精神分析 classical psychoanalysis 長達可能六七年吧 然後我錄的時候才停下來 那我們那時候反覆的測驗 就發現說 當它的解析度不到1080p 就是不到HD的解析度的時候 基本上你看不到人的臉上的 微細的表情 那看不到微細的表情呢 就只能腦補 那腦補當然是大補 腦補最補 但是就是變成是說 它會加深你對這個人本來的刻板影響 然後呢這個解析度不夠的地方呢 會變成是你會想像出一些 它其實並沒有的實際的這個狀態 但是呢你一旦解析度比HD 或者比HD好到4K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它的micro expression 就是它的微表情 它的微訊息 那這個時候人跟人之間就可以達到 比較真的接近我們面對面在這種 溝通的情況 就是我可以知道你的注意力 現在放在哪裡 然後你實際的狀況等等 那這個解析度當然 我們如果用VR 或者一些更新的科技的話 還可以把它弄得更好 但是即使是在平面的 這種Skype的視訊 HD或SubHD 跟HD Plus 然後到4K 其實就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那當然因為我們每天測嘛 所以這個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會覺得說民眾觀感 就像如果一開始看VR 用的是很便宜的那種carboard 然後就會覺得說體驗也不太好 跟你第一次看的時候 如果就是已經很高檔的VR 然後已經覺得整個人到一個不同的世界去 那個感覺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遠距醫療 我們可能也是挑一些這種 會讓人覺得是說真的跟臨場差不多的 這種示範性的地方先開始 然後盡量讓人第一次接觸遠距醫療的時候 不是要靠很多腦部的這個情況 那這樣子大家的民眾的觀感 可能就會比較好 就是比較改善 因為朋友說 現在的醫療跟醫療暴力 日益頻繁於研究 如何運用數位工具來降低 隔著螢幕這個可能就達不到醫師 所以遠距醫療 就比較有這個醫療暴力的問題 因為根本就在不同的地方 沒有這個開玩笑 就是說我覺得當然 我並不是研究醫療法的專家 那我當然醫療法那麼多版本 我其實已經就是 不是很確定現在到底在哪一個版本了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還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大家對於醫療服務的這樣子一個態度 它是就有點像人跟 我剛剛講人跟大學或人跟學校 人跟老師的這個態度 就如果他還是覺得說那邊完全是權威 然後沒有我參與的空間 那當然就會覺得說他碰到任何一點點他不懂的 或是覺得你沒有講清楚了或怎麼樣的 他就是用抗爭的方法來做 就有點像是 我剛剛簡報一開始那樣是 狗拉繩子的那個狀況 但是我們在教學上面至少 我們盡可能的 引進這種co-creation 共創的一個目的 就是說當然不是說你的學生 一下就變成跟你一樣是專家 但是我盡可能的是讓他來決定說 就像我今天演講是讓大家來決定說 我要講什麼一樣 就是我盡量讓那個談話的主導 或者是師生關係的主導 或者是這些權力關係的主導 它多一點對稱性 它少一點那種好像單向的 這種push的東西 那很有趣的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用在公共治理的時候 就有一句話叫做這個會炒的小孩 我們就邀到廚房來做糖吃 所以你炒的也不會有糖吃 但是你炒的就可以進廚房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有效的去把這些負能量 變成是就是有貢獻的這些能量 那當然醫療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領域 就是說它的那個專業性真的是蠻高的 然後也很難期待說像這個國民參審法官 他去了幾次大概就對整個這個司法體系有所了解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往這個方向想 就是更多的一些inform 或者更多的一些透過數位工具讓他來之前 更能夠就知道說我自己做一些自我篩檢 或者說我自己就有一些互動式的網頁 或一些APP 能夠告訴他說大概會發生什麼事情等等的話 讓他心裡有一個準備 那這樣子的話直接去的時候就不會是 好像完全一方完全有資訊 另外一方完全沒有資訊 在這個情況 那至少在我接觸的其他領域 這個都可以有效的減少這個糾紛跟暴力 是因為醫療真的不是我的斗媚 所以我也不是很確定說這個到底問不問 這個就是一個anecdote 就是一個個人的體驗的一個分享 有相當多朋友在就是一開始在測試說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些一個一個都archive起來 好 那有一個朋友問說開放政府資料的未來規劃 然後以及他的阻力如何解決 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開放政府資料其實它是一個 不是一個單一的一個計劃 它是等一下 它是我們數位國家雙線經濟裡面的一環 那但是呢這一環裡面呢 其實開放政府資料只是 就是冰山大家最容易看到的那一塊 在它底下其實還有政府的各種各樣的巨量資料 但是因為民間根本沒有提需求 或者民間根本不知道政府的這些資料 所以說這些資料其實它就是埋在那邊 然後它也不會莫名其妙就變成政府開放資料 需要有人聽出需求 它才能往上把它變成開放資料 那再往下當然還有就是說 政府因為它的行政所需 所以儲存了一些個人資料 那這些個人資料也很重要啊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要辦一個什麼工商登記啊 或者是我要辦一個什麼護震的什麼工作啊 我以前可能是因為這是四個不同的部會 所以我要跑四個不同的櫃台 那當然是很麻煩 那但是因為現在大家常常合屬辦公 所以也許只是六樓跑到七樓 我還是一下子就把它跑完 那但是呢在政府一化之後呢 就不是這樣子了 因為這四個櫃台呢 就填了四個網站 而且四個網站的網址資料格式 跟它所有要做的流程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對很多人來講 一化之後反而更麻煩 而且它還不能認識新朋友 所以就是相同的資料 它要填到四個不同的網站 中間不能自動串接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多第一線作業人員的一個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痛點 它不只是民眾的困擾 它也造成第一線承辦的困擾 那所以這個部分 很大的一部分 跟開放資料一點關係也沒有 它比較是說 我的個人資料存放在你這邊 我現在要辦一個服務 這個服務 它就是要結合四五個系統 那我希望這四五個系統 中間能夠機器對機器 在我有授權 而且有課責性 就是它說到做到 它說我只跟這三個人分享 我要能夠看到 它真的只跟這三個人分享 的這個狀態裡面 去自動的去做成這樣子的 一站式的服務 那這個工作我覺得是 我個人覺得是 比開放資料更重要的 如果這個過程裡面 可以產生出什麼統計 產生出什麼數據 它有分析的意義 那它開放資料是 Nice to have 就是說那它又產生了一些 開放資料 但是底下的這個 這個個人資料的整合 然後一起一站式的服務的 這個體驗的改善 我自己覺得是 在資料治理裡面 最根本 然後也是我們現在 需要花最多資源 投注進去的部分 但當然我們 並不是忽略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 現在的開放的資料集 目前我們正在 有一個開放資料品質的 一個標章 那在以前呢 其實大家就不是很確定說 資料應該是機器 可以讀的東西嘛 但是有很多只有人 可以讀的好像掃描檔啊什麼東西 都丟上來變成所謂的資料 所以我們現在盡可能的就是說 資料就是要結構化的資料 那如果你有它的資料結構 你才能夠分析出 它的哪一個欄位是什麼意義等等 那最好的情況下是說 你在招標的時候 你就說你要提供全市資料 就所謂的open API 那這個時候 它就會自動獲得一個 金色的標章 那以後我們在data.gov上面 每一批資料集 你都可以預先看到 它到底是銅銀金 當然未來也許還有什麼 白金啊鑽石啊什麼 其他這個不同的標章 但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可以預先就知道說 它的資料品質大概在哪裡 那這個部分都是 機器可以去做檢測的 那剛才特別提到 OAS就是open API的 這個標準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了解到說 絕大部分的時候 廠商其實不會主動 來做一個給機器看的東西 大家招標都是做一個 給人看的東西 那但是呢 我們之前有沒有做 額外做一個版本的例子呢 有啊 就是所謂的網頁無障礙 A plus 就是說你不是只給明眼人看 你也應該能夠給盲人 或有各種其他身心上 不便的朋友們看 那所以我們就是用 類似無障礙的這樣子的基礎 也建立了一個 我們把機器當作一種盲人嘛 就是機器對機器對接的 這樣一種OAS的標準 那所以這個東西 已經在採購契約範本裡 如果你現在採購 然後就勾一個勾的話 那你的廠商在評選的時候 你就可以要求他 再不增加價金 或者是只收非常少的錢的情況下 他還是要有這個專業能力 把所有人能夠看 能夠人能夠打字的部分 都做成機器可以看得懂 機器也可以打字的API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為了當你想要延伸這套系統 改裝這套系統的外殼 或作為把它轉成開放資料集的時候 你可以請第三方廠商來做 你不會再被這個廠商所綁架 那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我們現在 很著意推行的部分 那接下來當然還有公務員的資料素養 然後跟一些共用的一些 巨量資料的運算的一些裝置 那我們就舉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社會創新的例子 其實大家都對這個空氣品 非常的在意 最近那個深澳電廠的案子嘛 對不對 那所以 那民間在這個黃高鼠的側站 還很少的時候 就自己自主的發起了一個 叫做G0V臨時空屋觀測網 而且你一上去 它就會讓你點那個製造站點目集中 就是說 只要你有陽台啊 你有學校啊 你有辦公室啊 可以捐出來 你就可以很便宜的拿到一個 PM2.5的偵測器 那精確度跟效率都不怎麼樣啦 但是它畢竟是一個偵測器嘛 所以全台灣大家目前大概有大概2000個左右的站點 他們就是靠量 然後靠這個各種回歸修正啊 各種演算法去 每一個單獨的站點精確度都不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加起來 它可以有一個很完整的空屋的一個picture 而且它是實際在人活動的地方 而不是只是在黃高鼠的側站上面 那這個題目其實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這是 就是大家都來加入 那如果是在亞洲其他國家 其實我們都有看到類似這樣子的 我們叫citizen science 就是公民科技或公民科學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再來說很多其他國家 當它的公信力開始比環保數高的時候 那就會被請去喝咖啡 就是會茶水錶 然後或者是像這個在這個就是北京政權底下 就是根本沒有辦法組織起來 這是事實 那但是呢台灣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我們看到公民界有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 政府是採取一個打不過就加入的這個態度 就是說我們特別在前瞻基礎建設裡面編了 相當多錢做一個叫做民生公共物聯網 那在這裡面呢 我們並不是要去跟這些民間的朋友們競爭 而是說好比像說請工研院去做很便宜的 但是高精確度的PM2.5感測器去加高這邊的精確度 或像台中市政府正在跟一些無人機的公司 試著去把這個東西做成三圍的 就是它可以在側站上面100米200米300米 再去做就是各種不同高度的空間盒子的這個運算的收集 那又或者是像說我們將國網中心買了一堆這個運算的設備 把這些東西包含地震的水資源的大氣等等這些資料 統統整合到國網裡面 所以如果你現在有一個想法說 什麼跟什麼有因果關係 你可以直接把扣子丟到國網 請他用超高速的電腦去幫你算 而不是說自己還要下載這麼多巨量的資料到自己家裡去計算 那這也可以保證說各種不同的學說 可以在相同的具體的實證資料裡面 不管是政府收集的還是民間收集的 能夠進行就事論事的討論 而不會變成好像口水戰 因為一部分人是用部分的資料算 另外一部分人是用部分的資料算 這個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所以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做開放資料並不是指開放政府資料 很多資料是民間提供的 那這個社會創新的概念一出現 它其實就是非常容易就擴散 所以全世界現在其實都有空間盒子 那這件事情也會變成是 就是他們當地的社會企業 自己好像有點像種子飄養過 還到那邊生耕的那樣子的一個基礎 所以說我們在各個不同地方 都可以長出這種生態系來 那這件事情我們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again 就是說我們幫助這些 解決社會問題的人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任何人提出問題來的時候 我們就試著去解決 好 好比像說他們有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能見度不足 然後英文的資料不夠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會在5月5號、6號 以前也非常涉氣流的 每一個每年都在台北辦他們的年會 那喜憨兒每年都在高雄辦他們的社會企業年會 那我們這次就是說服這兩個山頭 一起集中起來到台中去辦一個1500人 可能更多了 就是相當大規模的一個社會企業的亞太的一個高峰會 那在這裡面其實台中市也非常幫忙 然後我們會在台中文化創業園區 有各種擺攤各種小旅行這些東西 然後很重要的就是說 就是打三三折的那個門票 就是990塊只賣到明天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Anyway 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現在除了在行銷上面 透過扣合聯合國SDG 然後以及不斷的去國際場合去宣揚我們這些社會創新 透過半年會來提供英文資料來說 我們是真的是民間跟政府能夠合作去做這些資料的應用 我們接下來也會頒布一個政府的數位服務準則 來確保所有人在做數位專案的時候 在公部門裡面都能夠照顧到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需求 跨領域的機制 各種新的績效衡量的方法 怎麼樣子去涵容數位的弱勢 然後等等等的這些準則 那這些準則裡面有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不會為了數位服務而數位服務 如果有些朋友們喜歡鄰櫃 有些朋友們喜歡打電話 有些朋友各種不同的管道 我們都應該要能夠順利的轉換 然後這個轉換的過程其實才是數位服務的一個精神 就是說它可以讓各種不同的朋友 都用他們習慣的方式去接取這些資料 而不是強迫大家都用不習慣的方式去提供 或者去接取這些資料 總之這個部分我們也就是有公開徵求意見 應該很快就會形成一個真正的政策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資料也好 不管它是巨量資料開放資料或個人資料 是因為要做好政府的數位服務 而政府的數位服務又是為了反映 各種各樣不同的朋友們的需求 這個需求又是能夠彼此串結 然後把大家的這個需求都帶進來的 那這樣子我覺得才是比較完整的一個 資料的一個政策 不會是很斷裂的 好像各自是一邊開放資料是一邊 然後地方政府一邊中央政府一邊 那這樣子我想就是會比較個性歧視 那這樣的話阻力希望就自然能夠解決 好像不小心archive到一個問題 沒關係應該可以救我 或者請那位朋友再PO一次 來 因為受託在偏鄉城成立醫院 但是包括縣市的衛生局 也要不到跨區就醫的資料 來以便擬定未來的這個發展的一個策略 跨區就醫的資料 這邊講的 我不是很確定它純粹講的是健保 還是更多的資料 所以我其實很難平衡回答這個問題 有人要補數嗎 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剛才不小心給我archive起來 是哪一個問題 社群網站 好 OK 好 偏鄉的這個題目 我這邊我自己所知道的可能只有兩個 一個是下一代的健保卡 理論上它會搭配一個新一代的所謂的醫療雲 就是說可以有更多的 不是只是健保那些必要記載的那些事項 而是如果使用者統一的話 連它的就是完整的可能expand檔案 還是什麼別的都可以去存在醫療雲裡面 然後去授權各種不同跨區的人去接接 那如果這個健保環又改變成是感應式的話 那其實在很多服務上面就會變得相當的方便 那這個是上次就是衛福部的朋友們來的一個講法 而且他們堅決反對跟身份證做結合 所以我們也很確定應該不會跟身份證做結合 那所以這部分理論上未來是用一種好像資料托管的這個概念 就是每一個地方它只要能夠存取到這個健保卡 所授權它存取到的雲本的資料去 它就不會受到就是這張卡片本身的儲存量所限制 那在這個基礎上面就比較容易去做資料分析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如果你很確定這個跨區周一資料目前是存在的 它只是沒有用機器可讀的方式去把它釋放出來的話 那還是很鼓勵您對總統被黑客送提一個案 然後讓我們有一些具體的東西能夠來試著做做看 那但即使黑客送過了我們還是可以透過 剛剛講的那個國發會的平台來進行就是資料的要求跟調取 醫院如何處理社群網站的危機和風險溝通和平面媒體 電子媒體有何不同 我想社群網站的一個特色就是說它沒有平衡報導 平面媒體或者電子媒體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你可以有正反兩方 你把它放在同一個版面上的時候 大部分人會兩個地方都看 電子媒體甚至NCC還會去算那個秒數嘛對不對 一邊的人講幾秒 另外一邊的人講幾秒等等 社群網站沒有這種事情 就算你準備的東西是這樣子 你的那個斷章取義的最斷章的那一部分 一定會被單獨引述出來 然後就在社群網站上面開始傳 也就是說它沒有平衡性 它既沒有自我平衡的機制 它也在閱聽的時候 就是我根本就是在打捷運滑一下手機的時候 我也沒有平衡的那個心理狀態 這件事情是我想社群媒體跟其他的媒體性 是最大的不同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社群媒體上面看到 就是可能憤慨啊 這個就是各種不舒服的負能量啊 這個它就可以讓人在看完之前就先按分享 那但是呢 如果是比較正面的就事論事的事情的話呢 那其實等到你開始評論或開始分享之後 負能量就已經傳播一輪了 所以這個是就是社群媒體最主要的一個情況 那要怎麼樣去做處理呢 我們目前大概有兩個原則 一個原則是說 我們想要讓真相 或真實的狀況傳播的能夠比謠言壞 那這件事情有很多社會創新正在發生 特別要說有一個叫cofacts 就是所謂的真的假的 那這個就是也是G0V就是臨時政府社群的一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它就是一個line的一個bot 就是一個台上面的一個機器人 只要你加了它當朋友 你任何時候不確定一個東西是真的假的 它就會跑到這裡來 然後呢大家就可以這個群策群力 一起去找出這些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還是假的等等 那所以對於每一個回報 我們想說回應一下 專家警告新澳洲流感江沙死三億元 蔓延到世界各國 那這個就發現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舊的舊文 然後機關數也澄清了等等 那在以前我們發一個新聞稿 這個新聞稿的受眾 跟會轉傳的是完全兩批原 所以發新聞稿大概也沒用 那但是呢現在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即時發這個新聞稿 它會接回這個資料庫 所以任何有加這個機器人當朋友的人 他都會直接收到這個機器人的一個訊息說 你剛剛轉傳的這樣子一則新聞 它其實已經被證實是謠言 然後機關數已經澄清等等等等 我們並不是做言論的查景 或者是言論的這個預先審查 而是說即時的讓這些澄清的東西 能夠讓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特別聲明說這個團隊 既沒有拿政府的錢 裡面也沒有政府的人 所以它是一個第三方的一個總理的 所以如果我們政府自己造謠的話 也是會被這個東西所破解 所以真的假的是一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在危機處理的時候 盡可能的不要受到情緒性的東西所影響 你要回應的時候 就只回裡面有建設性的部分 因為回的那個部分 才是大家會看到說 原來這個東西會導致你注意它 因為大部分在轉傳的時候的朋友們 不一定有惡意 可是它可能就是現實生活很空虛 它希望引起注意力 那所以任何時候你滋養它的注意力 但是因為隔著螢幕那是空的嘛 所以它明天醒來還是很空虛 所以它還是會想要這個引發你的注意力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要就是做出一種文化來 就是說它可能一百字都是人身攻擊 但是裡面呢 你就是挑那兩三個有建設性的文字 然後去回應它 那回應的時候 你就讓旁邊的人都看到說 只有有建設性的東西 才能換取到你的注意力 這樣子兩次三次 它就學到說 它也要跟你用一種比較建設性的方式互動 你才會理它 不然的話就好像沒有看到一樣 那這一點呢 其實是相當需要的修養 就是 我都把它叫做精神按摩 就是說 你看到哪些字眼心裡會不舒服 有痛點 什麼之類的時候 就要按摩按到痠的地方 所以我看到哪一個字不舒服 我就馬上對自己好一點 我去喝杯茶 聽點音樂 那接下來就是 這有點認知行為治療 就是把這些字的那個聯想 變成是往好的部分聯想 那所以等到新品契合之後再回來 然後專門回裡面有建設性的部分 所以這樣子練習幾年下來 我現在可以說在網路上 看到任何字感覺都很好 那所以 就是一種就是CVT的一個提現 那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還滿重要 就是當社群媒體的小編 就是不能有玻璃心 然後像剛剛講的這些精神按摩什麼 大概都是強化玻璃心的這個具體的一些做法 新創業務是將台灣帶入經濟明明的有效作為之一 新政府也列為重點的治國方針 但是黏於相關數據顯示 呈現創新推動未發展經濟效益 換言之空洞 創新的方向政策是對的 但是政府政策是否更積極有效的一個策略 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如果你只講創新兩個字 而它的意思就是你沒看過的東西 對但是那又怎樣 就是說為創新而創新 確實就是一件非常空洞的事情 那當時在行政院一開始 新政府上來的時候 有提出所謂的5加2的產業創新 那產業創新的一個特點 就是你有一個新的技術 像AI這些東西進來的時候 我們不是憑空的做出一個AI產業 像以前那種 我也不特別講 不要批評別人 那種做法 相反的我們是所謂的產業AI化 就是我們去讓它透過剛剛講的 regulatory co-creation 治理上面的交互 互相共創 一起去讓現有的產業裡面 要導入AI的人 能夠在法規上面 在資金上面 在人才上面 能夠獲得我們這邊的一些奧元 尤其在引進外籍人才上面 我覺得這一次就是大家都做了很多 但是就算有這些 我覺得重點不能只是產業創新 它還有社會創新 所以當我們在你社會創新方案的時候 社會創新跟產業創新是並舉的 就是說有一些創新它確實是為了產業的升級 但是有一些創新它是為了解決 像聯合國這17項永續發展目標的問題 那SDG的特色就是說 你在解決任何其中一個問題的升級 不能犧牲別的 所以這17個是要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 就是說inclusive growth 就是有包容性的一個成長 那很多的社會上 像剛剛的空氣盒子 其實你說商業模式 一下子根本想不出商業模式來 但是那真的是全台灣 大家都想要知道 到底為什麼今天空氣是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時候 它真的是解決急迫的社會的需求問題的時候 台灣可貴的地方就是 即使是這種完全純粹利他的這種行為 還是非常多人跳下來做 就幾千個站點 所以我覺得至少在台灣 我們這種跨部門的夥伴關係 來解決社會問題 它是可以跟產業創新是兵局的 那就像產業創新 我們剛剛講創新是要結合到現有的產業 同樣道理做社會創新的人 它也是因為做社會創新 更認識現有的社會 那就不是只是 我從國外抄了一套系統 讓我們來看看台灣能不能跑 而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會因此而更認識 好比像說剛剛那些無家者 那些接賣者 那些這些朋友 人跟社會的聯繫會更緊密 那這樣子就更不容易被高薪挖走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 anyway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後面的創新電信 它需要的不是那種做得很漂亮的簡報 或者做peach 或者是一下子就要減稅 然後什麼這些方案 相反的 它需要所有相關的部會 跟所有的相關的模式 一起去下去做 那這是為什麼我們 有那種虛擬的這個 十二三個部會的那種 橫向抉擇平台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沒有辦法去塞給某一個特定的部會 說這就是你的事情 這件事情 必須要是所有的部會都說 有一些事情 我們真的願意稍微放手 讓民間來看看說 民間能不能做的 比政府更好 這個是我們社會創新的一個架構 有朋友問說 因醫院禁煙 但是有許多違規 人工智慧是不是有可能協助 這個應該比較像是物聯網的題目 但是我想這個人工智慧現在 連這個意義 什麼都有意義 那當然也是可以協助 我想 當然我不是說在醫院裡面 要布空接合子 但是確實我們可以去找一些indicator 然後去看說 如果吸煙的話 它會影響到旁邊的 好比想說從攝影機來判斷 或是從什麼其他別的東西來判斷 你收集到足夠多的這種sample之後 它確實是有可能 你完全不靠嗅覺的偵測器 而只靠現有的這些視覺 或什麼聽覺偵測器 就把吸煙的這個行為找出來 這並不是不可能 那所以again如果想要參加黑客送 歡迎把這個當作一個題目 開放政府資料政策 資料來源多元 如何能減低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所謂垃圾進 垃圾出的這個影響 我們看到的就是 如果這個資料 它是在行政流程裡面 也就是說它是到最後去 給這個長官看到 甚至這個年度計劃的KPI 或者是說 根本就是它的決策流程裡面 必要的一部分 你附件不附這個 這個計劃大概不會通過 只要它是公務流程裡面 我們說In the flow of work 在你的工作的流程裡面 這個資料是你必要的一部分的時候 那它的品質就會很好 因為這是你的下一手 如果看到的資料品質不好 它馬上就會來告訴你說 你為了我這個資料 我沒有辦法去合銷 或者說我沒有辦法去PASS計劃 但是如果它是為了開放資料 而開放資料 就是你有一套流程 但是長官說 這個今天要叫無比開放資料出來 那你就請廠商寫了無比開放資料 可能這無比都沒有任何下加 就是沒有任何需用的系統的話 那隨著時間過去他們就爛掉了 這個事實上就是這樣 我們看到非常非常多這種例子 所以我們現在在推開放資料 跟就是商業政府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我們還是有具體的需求 最後還是民眾的需求 而這個民眾包含第一線的公務員 跟作業人員跟月聘人員 跟替代議員 現在沒有替代議員 那總之就是第一線的人員 那這些人員的需求 會決定這些資料的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會決定處理方法 處理方法會決定蒐集方法 那這個時候 我們在這邊去做開放資料的時候 他才能確保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的品質每一關都是有人看的 那如果是你用top down的方式說 你在蒐集的地方 就給我省五百筆開放資料出來 那他除了把資料切細 然後交給你一份 但是他自己還是用另外一份之外 其實也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之前的開放資料 要充那個量的KPI 其實我來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那個廢掉 我覺得那個量的KPI 完全沒有記憶 那我們現在還是以資料品質 以及它多能夠切合民眾的需求 來當作 多能夠節省大家的這個容工 來當作資料 在這個治理上面的具體的一個好處 就是不用做重複的工作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最核心 最基本的 那所有其他的我覺得大概都是 緊上添花而已 好 那 看起來所有的問題都忘完了 然後那個開放資料規劃也回答完了 那我們是不是就看 現場有沒有大家要舉手 或者是有什麼想要分享的 沒有的話我們要提早結束 非常精彩的演講 這個 我們就學習到這個很多東西 最精彩的就是 講完了 問題都解決了 熱烈的舞蹈 謝謝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